橘子要評估後再上訴喔 你知道他評估什麼嗎 他們評估要不要送我利息耶 因為法官已經判罰了 從他們賠我的錢喔 要從去年的9月29號開始起算利息 所以遊戲橘子已經要賠我將近一年的利息了 利息是5% 遊戲橘子要上訴可以 每一年多賠我39萬5000的利息 年薪快40萬 以後我去外面可以跟人家說我在橘子底下工作 一年領39還不行 感覺在橘子底下工作好丟臉 晚上好兄弟們 今天有沒有感覺到聊天室的氣氛不太一樣 水啦水啦水啦 給自己一個掌聲 給阿特一個掌聲 恰拉手 一起來看一下遊戲橘子 跟這個各大媒體的聲明是什麼 他們聲明很快喔 那個判決宣判不到10分鐘 媒體就發出了遊戲橘子的聲明 代表他們聲明先擬好了 他們先預判自己會輸 他媽你好了 會越判越少嗎 這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跟你說 785萬以台灣的司法制度開創以來 已經破紀錄了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什麼遊戲判罰的紀錄 你知道嗎 連一賠償都很少的 你知道嗎 了不起就是你花10萬他賠你10萬 這就很多了 沒有在懲罰性賠償的 我止步總共花了414萬 他判罰將近800萬 也就是說他罰了橘子將近兩倍啦 因為你如果騙人 你把你騙到的錢賠回去就好了 他媽的那這個社會大亂啊 對不對 大家都來騙錢啊 可是沒被抓到就是賺 被抓到 我把騙癌的還回去就好 不可能這樣嘛 感謝李翔老師1690 在這邊也要特別謝謝李翔老師 還有這個易大師 兩位數學老師 在數學統計科學求證的過程中 幫助了我很多 兩位都是數學的補教名師啊 感謝感謝 一路走來真的是 感謝大家相挺 還有聊天室的各位朋友們 如果不是你們這麼挺我 我真的扛不住 我走不到今天啊 你們沒有辦法講一下 面對一個上市系列的律師團 他們那個訴狀每一篇都 非常惡毒在解讀你的所有行為 非常非常惡毒 你那個看了會腦溢血你知道嗎 你會很想 你怎麼幹你 你怎麼可以幹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在一開始我就有說 我為什麼會相信遊戲舉止那幾率是10%呢 一來 是他的官網公告 所有幾率韓版一致 二來 他從開服就有向玩家保證 不會有台灣特別版 我們金幣什麼掉落抽卡 什麼全部都跟韓版一樣 保證不會造假 好還有再來 記者會說我們活動製作什麼 幾率一致喔 大家不用擔心 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台灣玩家保證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曾經有黑歷史嘛 之前曾經出了台灣特別版的天堂嘛 經驗低 吊寶低 金幣又比較低 就是讓台灣的人幹嘛 他媽二等公民 賤民是不是 人家歐美版 韓版的他媽經驗都這麼高 金幣這麼多 就台灣人比較賤 是不是 他們因為有這種先帝的 所以他們再三保證 我信了 我相信他們作為一名上市的遊戲公司 我相信他們在天堂A裡面賺了這麼多錢 應該會變得相當的重視這一塊 相當的重視他們的誠信 會細水長流 對吧 你已經賺這麼多了 你不可能再貪得無厭還想賺更多吧 你肯定會信守自己的誠信吧 對吧 守住這個金雞木 守住這個搖錢樹 不要讓他倒吧 你怎麼可能亂搞 對吧 做為一個玩家 你會這樣想非常合理吧 誰知道他們官網說一致我信了 說不會有特別版我信了 說活動製作跟韓版一樣我信了 我自己花錢下去做 我在沒有開播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部分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大家比較知道 直播時間是我開播之後 連撞兩次2.3% 但其實在我撞兩次2.3%之前呢 我私底下自己按 自己偶爾沒事按一下 一兩個月的時間我按了227發 227發 227發是多少錢 185千 大概100多萬台幣 一兩個月的期間內我 就是斷斷續續按了100多萬台幣的直播 總共27次成功幾次呢 20次 總共成功20次 機率是8.8% 機率8.8% 相當接近10%吧 雖然小衰嘛 所以我沒有因為 我沒到10%我就靠北他啊 我當初也沒有說 幹怎麼才8.8%啊 你吃我1%機率喔 其實騙錢 我也沒有這樣講啊 我認為那個是誤差的範圍內 我可以接受啊 才差1%而已嘛 所以我後面才繼續花啊 然後誰想到後面花花費2.3% 所以我才發現不對我才幹他嘛 然後你知道到法庭上遊戲舉止的律師團怎麼說的嗎 他說 因為齁 丁特自己實驗2次吧 一次是8% 阿另一次是2% 所以可以得知 你的實驗是無法反應伺服器的真實機率 你還拿來靠北三小 幹他們律師團這麼奇怪欸 他塑造上這樣洗我臉欸 說丁特明知 他的機率無法代表真正的伺服器的機率 然後還來幹嘛幹嘛 他就是預設我們永遠都沒有錯 錯的都是你 喔是你實驗有誤差 是你實驗有問題 你X是能誤差個什麼秒 我做227次乘中20次 是有官方紀錄的 那個紀錄是我實測 也是官方回覆我 他們認證的機率 然後第二次2.3% 是我開著直播 在兩三萬人的面前做出來的2.3% 然後他竟然在訴訟裡面說 我明知這個實驗會有誤差 誤差你老X啊 去你X遊戲局律師團 要不要回去讀一下國中的數學 真的有個不要臉的 為了賺那個律師費 為了賺那個訴訟費 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 簡直是道德輪上 我不相信他們不懂 他們就是雞蛋裡挑骨頭 硬要把我說成 我明明知道這個實驗有誤差 沒辦法反應伺服器真實的機率 真的嗎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你是非常的邪惡良心和惡毒 還是你他媽腦子非常的差 數學完全都沒有學好 有可能嗎 欸考得過律師執照的人 這麼簡單的數學會不懂 真的超級噁心 真的超級噁心 遊戲局的律師 所以我說真的要謝謝你們 沒有你們這樣的支持 我面對那些訴訟 我真的早就倒了 太噁心了那些律師 律師本來就要變給法官看 啊所以我說嘛 那就為了賺錢 媽無辭到這種程度 黑的給他講成白的 這種律師真的算很厲害嗎 我其實不太懂 這意思是這種律師是 為人稱道的強是不是 難道沒有任何一點的道德底線嗎 我想問 真的 難道做律師的 不需要有一點點的道德底線嗎 可以把黑的講成白的這樣 噁心人 就跟我講那個一樣啊 他說我什麼不法獲益十塊錢 我在子部上面 花了四百多萬台幣 然後他說我為了圖利自己 賺十塊錢 那不是噁心人嗎 遊戲局子就是派那些律師團來噁心我啊 那些律師團就是有錢賺嘛 有錢賺就來噁心你啊 哪有什麼差啊 對不對 是非黑白可以這樣顛倒嗎 可以嗎 原來是回答我可不可以 良心沒了可以賺更多 律師真的有這麼缺錢嗎 我真的是 我在接觸遊戲局子的案件之前 我是深深相信著每一個律師 都是像韓劇裡面 都是相當正義的 韓劇裡面那些反派律師啊 會收財團錢在那邊噁心人的 我一直覺得那種 只是韓劇為了讓劇情好看 才編出來的耶 才編出來的故事耶 沒想要真實在我身邊上演 遇到了遊戲局子的律師團 就是這麼噁心 黑的硬要講成白的 還好真的要感謝這個法官 這個法官能判出這判決真的不容易 我必須講真的不容易 因為在此前是沒有任何一個判例 是判賠的喔 就頂多就是補你你知道嗎 頂多就是你花多少補你多少 沒有在判賠沒有罰則的你知道嗎 這法官能判這樣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感謝這個法官 真的是良心法官 普天同盡啊 法院認證黑局 遊戲局子克服人員 曾於2021年8月27日 30日向丁特說明遊戲機制 他的遊戲機制就是說 這個機率就是不會跟韓版一樣喔 我說那為什麼官網寫一樣 官網寫的是抽卡還有禮包喔 不關活動製作 可是他們在週年會記者上說 所有活動製作與抽卡與韓版一致 欸 所以誰是對的 我講過很多次啦 你到底要玩家相信你記者會的說詞 還是要相信你克服講的話 還是要相信你FB的貼文 還是他媽什麼都不能信你他媽遊戲局子 想怎麼賺想怎麼騙就怎麼騙 那個說法是不被接受的啊 那個說法我認為在鬼扯啊 所以你打來說明了什麼 你有說明了止步機率多少嗎 你有說明為什麼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 但實際卻不一樣嗎 你根本沒有進解釋的義務嘛 你只有偷感公告吧 所以你改完公告 再來跟這個消費者鬼扯一通 你就進了你的企業的責任義務了嗎 那大家都這樣出來拐 都出來這樣騙就好啦 反正出事我就隨便糊弄你 講得過去就好了是不是 這樣你就沒有責任了 這種說法怎麼可能被接受 怎麼可能被採信 這要怎麼被採信 主張他抽了8164判決 花費260 喔 所以這個785萬 是前面賠了3倍喔 是這樣算喔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以為他賠2倍而已耶 結果他是 我第二次爆破他台子 他沒算進去喔 原來785萬這樣來 我想說為什麼沒有拉滿2倍 都接近2倍了怎麼不拉滿 那我覺得這個法官很厲害 他喊到3倍去來 他認為遊戲舉止故意欺騙的程度 已經可以到3倍的法則了 那假一賠殺啊 我覺得這樣更棒 雖然後面沒有被認定進去 我覺得有點遺憾 但是那條錢 就當作我來爆破無良公司的花費 沒有關係 遊戲舉止將評估上訴 期望回歸理性討論 什麼東西 遊戲舉止期望理性討論喔 我有沒有聽錯 他理性討論可以阿 你的電池紀錄呢 你後台的工程編碼呢 我按止步當下的那個工程編碼在哪 拿出來嘛 我們理性討論一下嘛 到底是2% 3% 5% 10%還是2.3% 拿出來算算看嘛 來阿 理性討論阿 你敢拿嗎 我要求你拿幾次了 我在法院上還要求調查 你說什麼 止步機率與本案無關 你這樣呼籲大家回歸理性喔 你理性了嗎 你只會在那邊歐龍兵中 阿歐龍兵 歐龍兵的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在那邊扯說什麼 我為了賺10塊的斗內 為了創造我個人的非法收益 而在直播批評你的遊戲 請問遊戲舉止 你知道我的直播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嗎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應該清楚的理解 我非常非常多次 在直播上 無償的 替你們宣傳天堂M 我的宣傳是有價值的 我都無償替你宣傳了 然後我再 罵你們來賺錢 這合理嗎 如果我為了賺錢 我就跟你們收錢阿 我為什麼要免費幫你們播遊戲 這根本就不合理 在那邊鬼扯 從頭到尾都是鬼扯的人 然後最後被判罰 大家理性討論 好好笑阿 這好好笑阿 嘿嘿嘿 遊戲舉止 歡迎法律事務所是黑局律師嗎 好像是耶 你知道黑局換了3批的律師 你知道嗎 有一次開庭前 到開庭前 我們都還不知道 對方的律師換成誰了 因為他們 停上阿 講一講講不過 原本的律師被舉止解除委任了 我不知道是他們自己良心發現 掰不下去了 還是被舉止開除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他們是一團換過一團喔 而且都是那種很大牌的法律事務所 我猜啦 可能前一間法律事務所 還是顧及顏面 不敢講太多噁心的話 不敢顛倒是非黑白 所以被舉止開除 又或者他們覺得這案件太棘手 拗不過不做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原因 又或者看到什麼阿 有一次 舉止告我妨害民運那個敗訴之後阿 我就把那個判決書拿出來嘴 把舉止告我什麼 全部拿出來嘴 有拍一集影片 你們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阿 這個阿 五個月前 遊戲舉止到底告我什麼 我在這部影片裡面 有闡述遊戲舉止告了我什麼 他們寫的樹狀到底多噁心 我全部寫在上面 然後上面也有順便提到律師的名字 我在想阿 有可能他們有壓力吧 覺得自己樹狀寫什麼都會被我拿出來講 會怕 說了 我只能說阿 會怕就好阿 我們就是要讓這種垃圾 讓這種垃圾公司 他們在幹壞事 做這種下幹的事情的時候 要付出極大的成本跟代價 他們才會怕 這就跟法院判決輕耕種 會影響這個社會的犯罪的頻繁程度與否一樣 你想想看 你如果酒駕直接十年起跳 不得假釋 或者酒駕撞死人 直接保底無期徒刑 你看誰還敢酒駕 不是這樣嗎 法治社會就該這樣阿 對不對 你看一堆酒駕 撞死人還不用關耶 錢賠一賠拍拍屁股了事耶 就一直重複酒駕阿 殺人犯也是阿 搶劍犯也是阿 你媽的關個三年五年就出來了耶 對不對 你刑責不夠重 犯罪者哪會怕 你看詐騙也是阿 詐騙集團那麼猖狂 為什麼 一年詐個一億 被抓到了找個小弟進去頂就好啦 那個小弟進去蹲個五年八年就出來了阿 再勞理每年給你兩百萬 你八年蹲出來有一千六百萬 好好的過下半輩子 爽 誰還要好好工作 這樣誰還需要好好工作 大家都去詐騙阿 大家都去頂罪阿 大家都去當罪犯阿 當罪犯過得比外面沒犯罪的人好 那誰要好好工作 誰要當一個好人 所以你作為一個好人 你一定要用盡權力 用盡所有的方法 讓那些為非作歹之徒 付出最高的代價 他們才會怕阿 法律做不到 你就用其他方式讓他們付出代價阿 付出錢也好 付出時間也好 付出他們的名聲也好 你要想盡辦法讓他們付出代價嘛 不是嗎 以後遊戲群只要請律師就很難阿 只能請到一些阿哩不搭的阿 在法庭上講話都結結巴巴 訴狀寫不好的阿 只能請到這種阿 然後被玩家告永遠贏不了阿 然後他們就不敢再騙錢了 不是嗎 就應該這麼幹阿 是不是你們回到是不是 是長官 橘子要評估後再上訴喔 你知道他評估什麼嗎 他們評估要不要送我利息耶 因為法官已經判罰了 從他們賠我的錢喔 要從去年的9月29號開始起算利息 所以遊戲橘子已經要賠我將近一年的利息了 利息是5% 785萬 可以0.05 一年39萬2500塊 遊戲橘子要上訴可以 每一年多賠我39萬5千的利息 年薪快40萬了 以後我去外面可以跟人家說 我在橘子底下工作 一年領39 欸不行 感覺在橘子底下工作好丟臉阿 到時候人家說 欸你就負責幫你們老闆欺騙消費者 算了還是不要這樣好了 你們就當作我沒有拿橘子的錢 好不好 就當作我沒有拿 太下感了真的 比定成功 確實比定成功 他們應該在評估這個阿 不然以他們死皮賴臉的個性 肯定會上訴到底的 因為沒有定業嘛 沒有定業我就沒有錯阿 對不對 肯定繼續拖阿 沒有錯我就繼續賺阿 繼續騙阿 你看一下 遊戲橘子被公平會罰200萬 罰什麼 因為他們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所以才罰他們200萬元 然後之後 那個風之谷竟然那個什麼阿 核心喔 那個核心機率竟然還是錯的 欸你們有沒有人告他阿 剛剛沒事喔 你們有沒有人告他嗎 你們可以主張阿 我看著那個期望值這麼高 我才花的阿 我花下去你不退我錢 阿什麼都沒補償裝沒事 我記得他最後說什麼 就是補回應有的期望值 那你要補回應有的期望值 那你當初幹嘛不直接賣 你幹嘛讓大家抽喔 就不用抽阿 你就一個多少錢 講清楚拿出來賣就好阿 不是嗎 清風之谷轉蛋機率不實 然後你看 寒場設定有物 什麼都推給寒場 他媽的這垃圾公司 是不是沒有懶蛋阿 什麼都推給寒場 有沒有 止步試驗他就說 阿我房子是代理 你沒有權利 啪啪啪啪啪啪什麼雞巴的 幹你是代理 所以你沒有責任是不是 錢你要賺 喔阿但是出事 推給原廠是不是 反正原廠在韓國 丁特也告不到嘛 推給原廠就下班阿 這把台灣人當白癡阿 真的可憐 35號民事判決 特哥有興趣可以看看 看一下喔 高等法院 等一下我複製一下 對於中華民國 110年4月16日 你審判 哈110年欸 2021年就告了欸 4月16很早欸 4月16我剛開始還沒開台暗直部欸 這個時間我還沒開台暗直部喔 帶大家回溯一下 而且這時候就開始有判決了欸 我跟你講 有一個東西可以告橘子 當初天堂案 有一個東西 叫做反叛者的盾牌 然後韓版開放之後呢 反叛者的盾牌 只要加7 你轉值就可以轉成 加5殺蟲的幣獎 所以當時我在台版 花了30萬台幣 去買一個加7反叛者盾牌 因為它可以轉加5的殺蟲幣獎 你知道台版開放後發生了什麼事嗎 加7反叛者盾牌 只能轉加3 加5跟加3 那個價差是十萬八千里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是可以告的 只是當時我實在是太熱愛那個遊戲了 然後那個客服就說 啊沒有啦 那因為韓版齁 那邊齁怎樣怎樣齁 韓版也改回加3了 你們也只能拿加3 就是你懂嗎 根本不公平 但是那時候可能比較 懶趴沒那麼大 不敢告他啊 那個時候那個事情 我覺得拿下去告橘子一定也是輸啊 他們在騙錢 一直說台韓版一致 你看你看這件事情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拿出來講齁 我看到這個叛逆我才想起來 有夠噁心 那個應該是好幾年齁 應該是2019還2018吧 超久四五年前的事情齁 你看一個東西本來30萬啊 然後因為橘子做一個台灣特別版 那個東西最後10萬賣掉 被橘子現騙20萬 我看一下他是弄什麼 支付92萬 欸這個我好像有看過耶 92萬買藍賺 僅公布低階英雄紅卡 故意不揭露合成製作中獎機率 廣告虛位不實 違反教 對啊他告這個嘛 消保法21條嘛 這條就是公平會罰 遊戲舉止200萬的條例 因為奇怪他在告 他說他除了93萬嘛 93萬乘以1.33 他大概抽了120幾萬賺 120幾萬賺 我印象 期望值大概 1到2張紙卡而已 我平印象啦 大概1、2張紙卡而已啊 所以期望值是1、2張 然後你0張 你就要告他嗎 我覺得這個告得有一點不合理 紙卡的機率本來就非常非常的低 他不像紙布 紙布是10%欸 10%就是期望值10次應該會有一次 那100次應該會非常接近10次 邏輯是這樣 不是說10次一定有一次喔 而是你把它做到100次 他很大的機率會接近10次 8、9、10、11、12 極大的可能性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不是說做100次 紙布只有一張或兩張嗎 那就很好笑嗎 看完這邊我就覺得他 他輸是正常的 因為他這本身機率太低了 你要用科學去驗證 他做獎非常的難 那抽紫娃 抽什麼 你2、30萬抽不到是什麼 是衰 但是你要說造假 你可能抽100萬 真的抽不到才稱得上是造假 因為他本身機率就低了 邏輯大概是這樣 上訴的規定 如果敗訴一方上訴 二審如果會比原判更嚴重 會導致被告不敢上訴 所以上訴後第二審第三審是不會更嚴重的 怎麼可能 還不能更嚴重喔 這是我們國家法律的規定嗎 那大家都無腦上訴就好啦 這樣不就是浪費司法資源嗎 因為你上訴結果就會更好不會更壞 那我為什麼不上 二審就是基於一審下去原判 除非有新證據喔 沒關係啊 如果遊戲橘子要玩 我可以去翻更多證據啊 你知道最近橘子告我四五庭 我都沒有出席喔 然後律師發那個判決書來 我也都不想看 我真的被噁心到了 搞得非常煩 因為都在重複跳針一些 已經講過很多次的事情 今天判決出來 我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你居然這樣鬼扯 我跟你講 我壓起來 我回去翻當時直播紀錄 我一定找一堆東西來電他們 你居然找一堆東西來電他們 你居然找一堆東西來電他們 謝謝牛端穎 你們想一下 第一次按止步是發生什麼事 我第一年建戰隊 戰隊打到世界賽門票 8月27號 2021年8月27號 開直播幹止步慶祝 反正居然拿出新證據來推翻你 只會有直言判 加證據二審會判更重 OK 好我現在問我的律師 如果你們很好奇的話 不會挺好奇喔 我們來讓大家白嫖一下法律姿勢 希望律師不會收有錢 嗨 陳律有聽到嗎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橘子如果上訴二審或三審 那法院有可能判更重嗎 因為有人說好像最多最重就是維持原判 其實現在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現在法官等於是認為我們的請求一部分有道理 一部分沒有支持我們的看法 所以在現有的基礎上面 遊戲局當然也會上訴 那在我們的部分我們也可以針對 我們本來請求2000萬 但法院只認為大概接近800萬 以外這個差額我們也可以提起上訴 那所以其實等於二審雙方可能可以算是一個全新的戰場 再重新去認定 那只是說 我們可以基於這個784萬的前提再去往前推進 那關鍵點就在於 當初我們在第二波開始大量製作的這個直播前 那遊戲局子有一個客服的說明 那這就是這個客服的說明 其實它跟遊戲局子他們自己公布的調整機率或是設定 要做公告變更跟消費者合約的這個關係的公布方式 對不上 其實不一樣 對其實遊戲局子的客服也不完全保證 他們的說明是一定符合他們官方的設定 所以是不是有一個代表性 我覺得這個大概會是二審我們要再去補槍 或是讓法官去理解很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如果法官能夠接受 那其實我們的損害範圍可以再往前去做推進 因為這一次的判決來看 法官雖然只判了784萬 嗯但他判很重欸判3倍 對他其實是以3倍的結果去看 那如果回顧我們在過往消費增益的這種 能法性賠償還就好 我們應該是已經做出了一個 完全以前沒有達到過的程度了 以前最高是判到多高啊幾倍啊 其實1倍就很了不起了其實 那我們等於往前推進到 法官認為有到3倍這樣的程度 也某方面證明遊戲局子其實是有相當的惡意啊 不然我覺得法官不會采釋到這樣的程度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平會 在我們這個判決出來之前 本來就同步的去認定 遊戲局子他們 公告不實 私情的狀況之下 還刻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大概是二神我們可以再去注意 好的了解 OK 好好的 掰掰 掰掰 黑一局在尋收了 沒差就給他聽 光明正大有什麼好不給他聽的 我們做事坦蕩蕩 不像有人 問紙簿機率多少 欸不知道 你知道嗎 問你為什麼公告與韓版機率一致 實際沒有 欸那個我們期望子一樣 啊問你有沒有電池紀錄 啊後台的工程編碼 可不可以拿出來 嗯 與本案無關 去你 洞到你們北七喔 這是把人當白癡我們騙你 我們做事有正當性 不用怕人家兜丁啊 只有那種 媽媽在幹垃圾 骯髒式的垃圾 才需要餵手餵腳 在那邊躲躲藏藏的 剛剛有聽到 有學到東西的啊 繳一點律師諮詢費吧 欸正常 律師諮詢費一個小時 大概要六千塊 你們剛剛聽了五分鐘 六千除以十二 五百塊 啊算你們五十就好啊 一個人五十 繳錢繳錢繳錢 繳錢繳錢 這個不算不法收益了吧 這個按照律師公會的行情在收的喔 諮詢費一小時六千 好